继续回到高雄现场来讨论高雄商圈的一个发展 包括了像是知名的店家进驻 带动这样子一个人潮 特别是我们在高雄捷运公司 捷运站里面 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商场环境 特别是在美丽岛站 以及高雄火车站这样一个车站内 也有些知名的店家进驻 我们先来看这段VCR 高雄艺一番街一开幕 就有大批动漫民参与盛会 市长陈其迈与高杰董事长杨岳坤 分别化身复仇者联盟的奇艺博士 及灌篮高手安西教练同乐 造型潮汐巾 我们大家多多搭乘捷运 多多搭乘清贵 来减少我们高雄市的碳排污染 那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跟环境底下 我相信今天这个商场的开幕 会使得大家感受到 高雄车站至少在捷运这个奇怪 未来是长得不一样 我们今天所有开的商店 除了ACG之外 大家如果走累了 买累了 往楼上走一下 你有好喝的 好吃的可以继续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个车站 营造成高雄的 另外一个大家可以休闲的地方 高雄艺一番街商场 楼层分为B2美食街 和B3主题电玩街 结合餐饮动漫主题等多元商场 是一个充满乐趣休闲购物的空间 那我们是11月中进住人 那我们的主要商品就是 盒碗一番赏类型 一番赏就有二三十套 跟大量的盒碗 那就是让这边的产品丰富性很大 那这边大部分都是六日返乡 跟有配合市集 因为莫返他们在每个月都会配 两周都会有一次市集这样 那市集的话其实这边人潮就会多 像这样就是可以让一堆 一些散客朋友他可以逛 然后他可以买到他自己喜欢的 动漫主题的盒玩这样 在商场开幕庆期间 同步举办高节动漫祭 包括动漫二手市集 以及美丽岛商场推出的 圣诞二手市集 与系列活动 好回到高雄现场来讨论了这个 这样一个商圈的一个繁荣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请薛总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怎么会想要打造这样子的一个高雄一番街 就是ACG这样子一个特色的一个商店 那是不是也是符合这样子一个 捷运营的一个环境呢 薛总来帮我们分享 是的 那个其实在ACG这样子一个文化 跟COSER的一个文化 在台北其实上已经也流行很久了 那在高雄我们长期在招商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知道说 这一块在高雄人 尤其是一些六年级 七年级甚至五年级的 从以前喜欢灌篮高手的 七龙珠的 一直到喜欢那个航海王的 他们其实都一直在想说 高雄有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聚集这样一个商机 那过去也有曾经在 巨弹有短暂的一些动漫展 那一直到莫返决定在 那个高雄车站捷运这边 打造一个ACG的商场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哇我们公司其实很勇敢 敢拿着ACG这个大旗 想要把它插在这个高雄车站 那因为高雄车站过去 就是高雄人的补习街 那很多年轻人都在这边 补习之后会在这边逛漫画 或者说做一些电玩 消遣这个放松一下 不要一直都是读这个课本 偶尔迷一下漫画的人物 那过去在巴德路 七前路其实有很多 那个所谓的 那个电玩 电视的电玩 那种 那种电玩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用ACG的主题跟COSER的主题 来定位这个商场 希望能再带来高雄 高雄车站 一个 带领头羊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 大家都知道高雄车站其实已经 陆陆继续动工了 一二十年了 那很多的买器跟人气是 事实上都消散了 那所以我们 提早进一步来进入高雄车站 就是希望 借由ACG这样的年轻人喜欢的主题 那事实上ACG的人口是从 四十几岁一直到二十几岁都有的 甚至到五十几岁都有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主题 来拉拢整个市场的一个焦点 那同时也跟其他的商场 做一个定位上的一个区隔 是这样子来的 因为我们记者前规矩那边采访 其实有看到很多 比如说屏东过来的 动漫米 台南过来的 甚至台北也要下来 可能也是刚好来出差来玩等等 就慕名来这样子 一个一番机来做一些采购 有看到这样子的热潮吗 徐总来分享一下 当然我们在有活动的时候 那个人潮事实上是蛮多的 那包括有很多 那个Course 直接就Course的打扮做捷运 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的新 好像大家瞩目的敲警了 对对对 实际也是打扮好 然后再增添一点的东西 是是是是 所以这样子的定位 在这一次的高雄车站 就非常明确 那当然我们也是 是要有一些美食街来留住 这样的一个人潮的那个步伐 所以我们在V2也有一个美食街 大概有10家厂商 那现在在V2的另外一边 也有准备要再进驻一个 ACG的产业要进来了 预计会在三十月再开 那就可以跟V3 U3这边做一个结合 让这个ACG的主题更明确 为什么 因为其实高雄车站 目前释放出来的商业空间 事实上不大 它还不到1000平 还不到1000平 是哦 对 那以一个不到1000平的 你要留住客人的那个步伐 事实上是有点辛苦的 所以要蔓延到其他的站吗 是是是 所以在明年 因为现阶段整个高雄车站 事实上主体结构 台铁这边还在动工 还在施工 那要到114年才会完工 那到114年完工 事实上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那未来整个主体如果完工的时候 整个商业空间 包括楼上 当然它就能称得上是 楼上可能接近有万平的 那楼下可能就有3000平 那那时候我们才有办法 能不能期待在那个时候 重新拦起整个高雄车站 在过去的 每天七八万人的那种龙井 也是我们期待的 一个景象 是是是 另外在美丽岛站那边 也有一个 这个你们的莫凡的一个商场 是比较餐饮走向的吗 特别你们强调是一个 人文型的一个商场 是是是 对 在美丽岛的部分 因为美丽岛本身 也是算 一个全世界数一数二美丽的一个捷运 最大的一个穹顶 是是是是 那它当初有一些法规的限制 让整个商场的发挥是比较难以去突破的 那经过了好几年 我们在法规上的研拟之后发觉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在大概三年前就跟捷运 开始有这样的计划在 那比较 我们在进行签约照商的时候 就遇到了疫情 遇到了疫情 那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 它就是一个 人文气息的一个捷运型 城市捷运型的休息站 我们希望很多人搭捷运来这边聊聊天 画家场或者是谈一些 公式上班组可以来这边签约谈合约 那或者是你从其他的商圈逛列了 搭捷运的时候可以在美丽岛休息一下 那讨论一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在美丽岛站 其实在五六日的时候是 非常多外县市甚至国外的观光客 会坐在这边讨论 我们等一下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常常耳朵旁边会听到 这日文的韩文的 这香港的 是还蛮有趣的 是好 所以也把这两个捷运的地下街商场的部分 打造了相当的一个热络 好 那系主任怎么看这样子一个 引进的一个不同的业种 前面可能是百货公司 是一种生活杂货等等的 但是到了捷运车站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ACG 动漫电竞这样子 是不是也符合这样子附近的一些 搭车的人潮这样子一个取向呢 首先要说其实高雄捷运跟台北捷运 它有一些基本的差异性是 因为高雄捷运它的其实站点 其实分布不是非常的广 因为它就只有红线跟局线这两条线而已 没有办法乘网这样子 对所以它就是跟一般的大众的生活圈 其实呢它离得有一点点远 所以呢这样也就知道成了 捷运的人潮呢 其实呢并不是很踊跃 那接着要包括呢 就是地下呢 它的可能商场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有些知名的品牌连锁 它想要进驻的话 可能也会考虑到说我的人流量 因为高雄捷运的人流量 其实真的也不是很高 所以呢这个也会限制的 这些知名企业想要进驻的 这个意愿 就是同样要写准选择捷运的地下街的话 也许台北的考量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动漫一条街啦 像这些特色的这些商场进驻的话 就会变成说捷运不是我 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呢 经过的一些商场 是我会特别为了这些商店呢到这个地方来 进行日游啊 或是说进行采买的 那也许这样子呢 可以逐渐逐渐的增加这些地下商场呢 对于一般的民众的这个吸引力 那从这个地方也可以可能带动了周边商家的一些 营业 不然就是说如果说只是一般的服饰跟美食的话 可能真的比较难有吸引力 而再说捷运也是禁止饮食的 所以我买了东西 我请问我要去什么地方消费这个东西 就一定要在店内把它用完这样 对但是我如果有一些特色的 我就是我特别会到这个地方去朝圣 就跟那个知名企业 他进入到大理的话 很多人就是特别去那个地方朝圣的嘛 那朝圣完之后他可能 我的时间还有 我就到周遭的地方再去run一run呢 我可能可以顺便呢 也让其他的店家呢 可以雨入均沾的 都会有一些声音进来 也希望说他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区域 就像刚刚薛总讲的 其实因为高雄火车站的施工 其实附近店家已经哭哈哈 在等待希望能够完工 那所以也刚好这样子一个动漫街 进驻在高雄火车站跟红线的一个交接 然后在红线局线的部分 也有这样子一个莫凡商场 希望能够带动这两个一个珍珠 一个亮点 然后再扩展到其他的一个站点 好 那其实在凤山 凤山的一个火车站 其实也会盖一个 类似这样子一个商业的大楼 雅静远是不是也希望说 能够引进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一个特色性的商店 然后带来这样子一个磁吸的效果 我越听越悠悠悠悠悠 是我可以直接帮忙 直接邀请你来凤山吗 下次考虑一下凤山车站这个部分 确实因为坦白说 刚刚那个经理有讲到特别一点 没有大的一个商业空间 其实没办法去让人可以真的是有足够的时间留下来 他就会觉得 如果你的商品数不够多元化的话 他们就会觉得说 好像没什么内容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就是说我们期待未来 我们的凤山火车站 它整个完工以后 包含商业大的完工以后 它不应该是只有 比如说 那个叫展览中心 或者是说之前有提到 有说要电影院干嘛之类的 因为我常跟在地的市民分享 高雄什么都不多 百货公司特别多 那也跟常常跟捷运局的这些相关首长提到说 高雄市有很多的联合开发案 那每个联合开发案 如果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都是百货公司 都是只有商圈 都是卖场 都是餐厅 那这样子未来就没有差异化 就没有特色化 那就会大家都一样 那就没有所谓的 刚主任所提到的 他没有特色 那他就会没办法去语入均沾 然后就像刚刚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 凤山火车 那个凤山未来有百货公司进驻嘛 那我们担心它持细 持细整个不管是经济或产业 都人往那边去以后 那你凤山火车站 现在可以做什么呢 现在都没有做什么 我最举最简单的 这几天我们的服务处电话常被打 被打到爆 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停车 然后我们临庭接送孩子 或是帮长辈拿行李 我就被开单了 光现在凤山火车 停车就有问题了 非常大的问题 商业空间又盖了 如果停车空间没有考虑到的话 那么多人往到那边 如果又不做大众艺术工具 他的停车格位数 远少于现在我刚刚提到的百货公司 那所以我说 你还是要回归到本职 你的底如果好 任何的商业形态 应该都不会缺人进来 你的交通如果不便利的话 其实我觉得人进来就会觉得困扰 所以我还其实还蛮期待说 未来如果说 有各大形态的商圈进驻到凤山来以后 之前我们的公部门要把交通这区块 交通把它弄得更方便 你要用环状或者是用 骑盘式的公车路网也好 或者是该有的停车空间 要把它建置好 你把它内部化 就像我们未来进驻进来的百货公司 把停车空间内部化也好 或者是你要外溢到你设置 就是立体的停车场 这样子才不会造成地方的一个困扰 我一直在特别提醒这个 我相信里长博应该有相当的一个困扰 所以亚靖元 我们待会在下一个阶段 叫针对商圈带来人潮 我们说人潮 前潮 当然也是要有车潮 但是如果车变成人满为患的话 也会影响到附近的社区 整个交通的一个状况 怎么来解决呢 进一段广告 回来再继续讨论